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古董 而珍贵文物除了得是古代的物件之外 它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艺术甚至是科学的价值 根据价值的大小国家还会给这些文物评级 那些价值特别特别大的 这个尤为重要的会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也就是所谓的国宝 那国宝有很多 而咱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两件国宝的离奇故事 这第一件尤其不得了 可以说是国宝中的国宝 那么宝到什么程度呢 换知上中学的时候 历史课本的封面的彩图就是他的照片 在珍宝如临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边 排在四大镇馆之宝第一位的也是他 那么这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宝贝呢 借着往下看 193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 家住湖南省宁乡县黄财镇的江景书江景桥两兄弟 扛着锄头就上了村子后边的转而轮山 他们这一天呢 打算在山上开一块荒地 跑多种点红薯 干到一半的时候 老大江景书一锄头下去 只听着砰的一声 他双手震得直发马 一开始啊 这江老大以为是锄头碰上大石头了 可等他们扒开泥桶的时候 发现地底下冒出来的不是石头 而是一个黑乎乎怪模怪样的大铜壶 这个铜壶啊 足有半米多高 方口细腰 腰的四个脚上 还分别伸出来一个弯脚大羊头 虽然弄不清这个大铜壶是哪吵哪带的东西 也不知道他是用来干什么的 不过通过铜壶上的斑斑秀记 江家兄弟确定 这应该就是一件古董 而且个头那么大 估计能值不少钱 为了不让村里人知道这事 哥俩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继续在山上种红薯 直到天完全黑了下来 村里人都关门睡觉了 这哥俩才把铜壶装进锣筐 抬下了山 进村之前呢 他们还在河边把这个铜壶 清洗了一下 最开始啊江家兄弟呢 那是想把东西悄悄的出手 换点钱就成 谁也别惊动 可是没成想 他们在镇上一连找了好几个收旧货的贩子 人家都只肯按照费铜的价钱来收这件东西 你看 这奸商不少啊 无奈之下呢 哥几个就只好四处放风了 说自己在山上挖到了宝贝 你还别说这招确实管用啊 几天之后 陆陆续续就有穿着体面的外地人上门来看东西 看来这个大铜壶确实是件宝贝啊 既然是宝贝 那可不能卖便宜了 江家兄弟商量了半天 一咬牙一狠心一跺脚 喊出了四百块大洋的天价 那个年头啊 干个县长什么的 干一年也挣不了四百大洋 这个价钱确实吓跑了不少的埋住 最后还是皇财镇上万利山货行的老板张万利 他肯出现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张老板花了两百四十块大洋 把大铜壶给买走了 虽然说开价四百 还到两百四 但是也够一大家子 好几年都吃喝不愁了 兄弟俩挺开心挺高兴的 可是很快他们就知道 自己眼皮子太强了 吃了一个天大的亏 让人家捡了一个天大的漏 当时在马甲出去呢 上午马甲出去 刚刚认识我的外産服务员呢 阿花的路都定 踏到大折去 他就只得下来上四大陛形 当下前的嘛 不 所以很得我的家 下面的家就进修地听呢 听起来跟马甲一带啊 他就饿不哭哦 那么这把所谓的铜壶 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万利山货号的老板张万利 除了干山货买卖 他还是个资深的文物贩子 此人眼睛非常毒 下手也狠 当时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个什么铜壶 其实是一件古代的青铜器 这样的宝贝 那个价钱可不是按几百大洋 将来算的 只不过他是怕卖家起疑心 才故意讨价还价 最后只花了两百四十块大洋 就把东西买到了手 因为担心江家兄弟反悔 东西到手之后 张万利连夜赶到省城 找到了自己的老主顾 长沙古董商赵又香 赵老板干了一辈子古董生意 自然是更加实货 一看东西二话没说就问价钱 张万利也没客气 直接就报了个底价 八千块大洋 少一个字都不行 八千大洋 那对赵又香来说也不是个小说 而且当时正处在抗战时期 到处都钱紧 一时半会儿借都没出借去 那怎么办 赵又香手头钱不够 但又实在是舍不得错过这样的宝贝 于是乎他连夜找到了杨克昌等三位同行 三个人一商量最后决定有才大家一起发 四个人合伙做钱 谁知道张万利坐地起价还涨了两千 最后赵又香他们四个人 每个人出两千五百大洋 这才一波三折的买下了张万利手里的宝贝 这四个古董商那都不是什么收藏家呀 他们啃出一万大洋 说明宝贝能值更多钱 那么这件青铜器究竟是什么来头 又到底能 上节说到赵又香杨克昌等四位长沙古董商 合伙花了一万大洋 买下了一件在宁乡出土的青铜器 这四个人全都是吃古董饭的行家 之所以肯大出血 那是因为他们看了出来 这是一件一般人一辈子都难得碰到的绝世珍宝 这种青铜器呢 学名叫做尊 是商周时期贵族用来祭祀的重要礼器 大多数的尊呢都是圆形 像这种方口尊个头还这么大 据他们所知故宫里边都没有 更重要的是这件方尊的铸造工艺呢 可以说是巧夺天工 尤其是尊腰四角的那四个羊头 不但是栩栩如生 而且跟尊身是荣为一体 设计之精妙 工艺之高超 简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一句话这样的东西 只要找到十货的买主 十万二十万大羊 那根本就不是事 眼下的问题是 这样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 它是四个人合伙买的呀 那到底由谁去找买主呢 商量了半天 这四个古董商想了一个办法 这个方法就是两个字 抓究让老天爷来决定 最后四个人里边杨克昌 抓到了找买主这个酒 得那就找去吧 话说杨克昌出门之后啊 也不知怎么回事 他总感觉心里边不踏实 有种要出事的感觉 所以呢 在街上转了一圈之后 他又悄悄地回到了院子里 这个时候剩下的三个人 正在屋子里说话 杨克昌趴在窗户边上 仔细一听呢 他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幸好自己杀了鬼马枪 不然那就成大傻子了 怎么回事啊 原来赵又湘等三个人呢 正商量着 怎么把宝贝转移走 甩掉杨克昌 另外去找买主 少一个人 其他人就多分一份钱不是 是吧 杨克昌当时就气坏了 越想越来气 你们不仁 就不要怪我不义了 想黑我呢 大家谁也别想好过 带着一肚子气 杨克昌啊 跑到长沙县政府 不但把四个人 倒卖文物的勾当 全都说出来了 还带着警察 往回抓人 警察冲进院子的时候 屋里边已经空无一人了 人跟方尊 都不见了 不过啊 细心的杨克昌发现 这地上扔的一个烟头 火 还没有完全熄灭 看来人应该没走远 于是乎他带着警察 在院子里边四处的搜寻 最后 在后院的一个地窖里 抱着方尊的赵又湘等三人 被逮了个正招 就这样 几个人算计来算计去 把这方尊呢 算计到当时的政府手里去了 接着 当时的长沙县政府 又把方尊上交给了 湖南省政府 当时国内的几家大报 都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 没几天功夫 四阳方尊的名字 就传遍了大半个中国 民国中央研究院的专家 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介绍四阳方尊 这个边长52厘米 高58厘米 重34.5公斤的青铜器 是迄今为止 已经发现的最大的一件 上代的尊 而且呢 它的精美程度 是远远超过了 其他任何一件青铜器 它日常的年纪性 它是最高的 造型 新鸡 文士精美 制作尽量 所以在 现在来看啊 它都是 我们中国商的 青铜器 制作 也是这个水平的 代表 对这样的绝世珍宝 按照正常程序 应该是 被国家博物馆 或者中央研究院收藏 然后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可惜啊 这件国宝 那是生不逢时 一切还没有来得及进行 战火就烧了过来 1939年9月 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下 不久之后攻占长沙 长沙沦陷之前 那把著名的文西大火 把大半个长沙城都烧成了一片废墟 混乱之中的人们 打仗的打仗 逃命的逃命 谁能顾得上一件文物呢 等局势稳定下来 有人重新想起四阳方村 到处一问 哎 这东西居然不见了 对于四阳方村的下落 当时有好几种说法 有人说呢 长沙沦陷之后 他被鬼子发现带回日本了 也有人说 他被国民党 溃兵 劫走 卖到外国去了 还有人说 这东西就藏在长沙城里 这些说法呢 听起来都是有鼻子有眼 可是仔细一查 又都无凭无据 总之四阳方村 跟当时的另一件国宝 北京人头盖骨一样 在战火中神秘失踪 从而下落不明 抗战胜利之后 民国政府曾经派专人 调查过这件事情 可惜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那么四阳方村到底去哪儿了呢 这桩谜案一直到1952年才水落石出 破案的还是咱们的周恩来周总理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 怎么突然也关心起了这件事呢 原来1938年底周恩来正好在长沙领导抗战工作 各大报纸关乎四阳方村的报道呢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2年 在听取文化工作汇报的时候 有专家无意中提起了这个四阳方村 周总理这才知道这件国宝居然已经多年下落不明 于是他立马找到了湖南省的相关领导 要求再次查找方村的下落 总理发了话 湖南方面就立即组成工作组 展开深入调查呀 总算是找到了一点线索 据知情人回忆 当年日军逼近长沙的时候 湖南省政府把四阳方村送到了湖南银行的金库里 银行的金库啊 总会保险一点嘛 是吧 再后来湖南银行又迁到了园岭 四阳方村就是在这段时间 失踪的 而再往下查相关的人不是死了 就是去了台湾 调查呀再也进行不下去了 看来国宝还真的是人间蒸发 无从查找了 不过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踏破铁鞋无秘处得来全部费功夫 有的东西你有心去找 那是怎么都找不着 可是你不去找它 它自己就出来了 还是在1952年 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 对国民党银行的旧仓库进行清理 无意中发现在仓库里堆了几个木箱子 人们打开箱子一看 呀喝里面一堆铜器的碎片 看上去挺像是古董的 接到报告 中南文物管理委员会立马派人过去 把碎片一拼我的天 那这不就是人们苦苦寻找了多年的四阳方尊吗 好好的四阳方尊 怎么就成了一堆碎片了呢 很多年之后 人们猜算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日军攻打长沙的时候 湖南银行奉命迁往园林 存放在金库里的四阳方尊 也跟着其他的金银钞票一起 被装上了卡车 而就在转移途中啊 车队遭遇了日军的空袭 装着四阳方尊的这辆卡车 不幸被炸弹击中 箱子里边的四阳方尊呢 也被震碎成了十几块碎片 四阳方尊虽然是国宝 可毕竟只是寄存在银行里的东西 是吧 出事之后呢 负责押运的银行工作人员 那就不想给自己惹麻烦了 几个人谁也没声张 更没有上报 而是把碎片直接扔进了废品仓库 加上兵荒马乱的年头啊 各种手续都不齐全 于是呢 就有了国宝的离奇失踪 那么 这已经成了碎片了 这个国宝怎么办呢 当然是得想办法恢复原貌 这样的宝贝 无论如何 不能让它就这么消失了 很快 湖南省博物馆就组织了 张新如等几位顶级的文物修复专家 展开了修复工作 因为这个东西呢 不修了这个东西 它这个是最高的价 很高的价值 历史价值很高 经济价值相当高 是吧 这个不修好 那以后这个东西就修完了 慢慢往复视会复视掉了 他们正在同期会复视了 所以我就想决心 要把它修好 说来容易 做起来难 四阳方尊表面原来布满了 精细的花纹 碎成二十多块 那可不是说把碎片粘起来 就能恢复的呀 是不是 我估计的是 我记得是有二十多块 反正是有二十多块 对起来的 按照它的纹路对的 按照纹路对的 后来 对起来 对好一块 对好一块 就焊接一块 对好一块 焊接一块 我就从下面开始 对到上面 最后 最后都合起来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 以张新如为首的团队 终于是圆满完成了修复任务 变成碎片的四阳方尊 终于又获得了新生 恢复了当年的风采 1959年 国庆十周年之际 这件被尘封了 三千多年的国宝 在北京首次向公众展出 展出结束之后 它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并成为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这四阳方尊身上 还有一个谜 至今都没有破解 什么谜呢 后来文物部门在四阳方尊出土的 转而轮山进行了多次发掘 却没有发现任何古墓和人类活动的移植 那么四阳方尊这种级别的青铜器 为什么会孤零零的被埋在深山里呢 多年来不少专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 但是一直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结果 换之就希望啊 这桩悬案也能够早日找到答案 到时候咱们就又有故事听了是吧 好了 四阳方尊的故事呢 就说到这儿 下面呢 咱们再来一段 国宝传奇 山村再现国宝级青铜器 为何会流落海外 盖身分离几十年 瑰宝又将如何回归祖国 经典传奇继续为您解密 接下来的故事 那也得从将近一百年前说起 话说1922年春天 某一天在湖南桃园县七家河镇 有一个姓杨的放牛娃 一大早呢 就牵着牛到村子附近的小河边吃草 头天晚上刚刚下过一场大暴雨 这个放牛娃就发现 河岸上有个地方 被暴雨给冲塌了 在新土里边呢 露出了一点黑的发亮的东西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放牛娃跑过去一看 这好像是块铜 于是呢 他回家喊来了爸爸 爷俩一块把东西给起出来了 放牛娃发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告诉你啊 这不是什么破铜烂铁 而是一件带盖子的青铜器 当然了 杨家父子可不懂什么叫青铜器啊 他们就知道这应该是件古董能换钱 把东西拿回家之后 爷俩就开始四处寻找买主 很快这个姓石的古董贩子就见到了东西 一看哎呀 这是件宝贝啊 于是他立马开价四百大洋 要买下这点东西 四百大洋 按说这不是一个小数 没想到姓杨的农民一听到这个价钱 肚子里边又开始打起了小九九 买主开价这么爽快 看来这一定确实就是一件宝贝啊 可不能卖亏了 于是乎他把古董贩子留在家里边 自己带着青铜器的盖子 去找了另一个人 我的那个盖子 就找了个当地的一个学校的校长 他说这个呢 你看什么东西 为什么对着四百块钱 他说有一个人呢 把他要买走了 他说这个呢 过去八百块钱关系 哎呀你买给我 他就把这个盖子 他就给你留下 一听这话老杨知道自己的东西值了大价钱 回家之后他立马改主意了 不卖了 古董贩子一看买卖要泡汤 那也急了呀 花钱买不着 那就抢吧 趁老杨没注意 他抱起青铜器 撒腿就往外跑 一来二去 关键是还真给他跑掉了 姓时的古董贩子回到省城之后 立马就开始找买家 而他找到的买家呢 前面咱们提到过就是长沙的 古董商杨克昌 杨克昌一见到东西 首先是乐坏了 但是一转眼 脸又沉了下来 不对呀 东西是好东西 可是应该还有个盖子吧 你要是能把盖子找到 我出五万大洋收他 一听能卖五万大洋 这姓时的古董贩子那时又高兴又着急呀 东西是自己抢来的盖子在老洋手里呀 怎么不能回去再管人要吧 是吧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贩子回到桃园县城托人 联系上了国军驻桃园县的团长叫周盘 请他帮忙呢 把这个老洋手里的盖子弄过来 并且许诺盖子一到手 马上付一万大洋作为感谢 一听说有一万块大洋 这周盘团长立马就来劲了 他带上几个大兵 找到老洋 一番是威逼利诱 就直接把这青铜盖子给弄到手了 不过盖子一到手 这周盘也该注意了 一个盖子就值一万大洋 那整个东西能值多少钱呢 我不能只扔这个盖子钱 当时他就想来一个黑吃黑 把这个姓时的古董贩子给扣了起来 搞到整劲儿青铜器 幸好啊 这古董贩子也是个老江湖 善于是察言观色 一看情况不对 还没等这周盘动手 他就脚底抹油又溜了 回到长沙之后 古董贩子也不敢再做什么发大财的美梦了 还是落袋为安吧 他以一万大洋的价格 把煤盖子的青铜器卖给了杨克昌 杨克昌再一转手 这东西最后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在那个年代 冰狂马乱的 像这样流落海外的中国珍宝 还有很多不过故事到这儿呢还没有结束 1949年那个想黑吃黑的周盘 那个国军团长在战场上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 为了将功折罪 这个周团长把几十年前的这个旧事也交代了 还把手里的青铜器的盖子交给了国家 经过文物专家鉴定 这个青铜盖子呢 属于一个名叫敏天全方垒的青铜器 它是极其珍贵的商代晚期的文物 如果能够找到气身 那绝对是国宝级的珍品 可惜啊 文物部门几经努力 还是没有能够找到气身的下落 一转眼 几十年 又过去了 话说到2001年春天 有一件事情震动了整个中国文物界 什么事啊 在美国举行的一场文物拍卖会上 有一件神秘的商代晚期的青铜器 拍出了924万美元的天价 这个价钱 当时可是创造了中国文物在国际市场价格的新记录 这个东西是什么来头啊 有专家找来资料一查 这件东西跟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那个青铜盖子 不正好是一套吗 再详细一了解 一点都没错 拍出天价的青铜器 正是中国文物界苦苦寻找了多年的 敏天全方雷 这件高84厘米 重40公斤的商代晚期的青铜器 是商代皇家祭祀用的重要礼器 还是皇权的象征 这样的国宝级文物 不能让它一直流落海外啊 在做了精心的准备之后 湖南省博物馆派专人到纽约 跟拍卖行以及买主进行了多次交涉 2003年国家文物局播出专款 够得了敏天全方雷的气身 伸手分离将近一个世纪的国宝 终于重新合而为一 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到这儿 今天的故事就说完了 两件国宝出土之后 尽管历经波折和磨难 好在最终啊 都有了圆满的归宿 倒是那些个 想借着国宝发黑心裁的人 从古董贩子到啊 那个国军的军官 大多数没落着好下场 看来啊 有些钱 那还真是不能挣的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经典传奇 品经典传奇 读精彩人生 拨打125907791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如果你想观看 往期节目视频和在线直播的话 你还可以在各大主流手机的 应用商城当中搜索 手机将期台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免费下载手机将期台客户段 另外还有咱们 经典传奇的微信公众号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